大地母親,在大都市,或者在鄉村, 我們的呼吸空氣都是一樣的, 空氣受了污染,我們就會自食其果, 我們被造,我們自然的環境, 我們污染它,也污染了人類的權利, 曾經沒有電能,也沒有自來水, 陽光是唯一的能源,這樣的生活還在繼續, 在黎巴雲,我經歷到了, 而處生活是完全可能的, 舊日的方式確實可行, 用水桶沐浴,在燭光下, 沒有衛星,也沒有電視,聽老故事, 生活在土地上, 食蔬菜和水果都是勞動所得的, 不求回報,疫情相助,但憑愛心, 回收和再利用,是我們維持環境, 持續發展的方式,很少有壓力, 因為生活寧靜, 我的意思不是說, 生活在以前的時候, 我們只要做出少許的改變, 減少污染, 例如使用太陽能量, 減短沐浴的時間, 節省寶貴的水, 我們的生活會更加健康, 這樣呢, 我們將來的環境, 就會擁有豐富的資餘, 台灣的空後, City. 代表, flesh和皮膚 Naj 感谢观看